今天我们来学习垂直平分线的性质 首先如右图AM和BM的长度相等的时候 点M就叫线段AB的终点 接下去通过终点M与AB垂直的直线L 就叫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 与之前学过的知识点一样 两条直线相交所得的角为直角实 就是垂直 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就是 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 与AB两点的距离相等 像这个图所表示的一样 点C就与AB两点的距离相等 另外 与AB两点的距离相等的点 都在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上 所以可以说这个图上的C、D两点 都在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上 以上就是垂直平分线的说明 那就让我们来做一道立体吧 在这个问题里可以用垂直平分线的性质来解 来读一读立体的题目吧 直线L是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 也就是说直线L和线段AB的交点 是线段AB的终点 设这个终点为M 则AM等于BM 然后如图所示 画上表示长度相等的记号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 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答案如图所示 你答对了吗 做错的问题要好好复习 最后来总结今天所学的内容 如右图所示 当直线L为线段AB的垂直平分线时 以下的三个性质成立 首先是AM等于BM 点M为线段AB的终点 接下去是直线L与线段AB相垂直 最后点C与AB两点距离相等 所以AC等于BC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